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一回他的MV特别受到关注 因为请来了国际巨星唐姆汉克站台 MV里头大腕对嘴 而且结尾的时候还有超大惊喜 外人迷小贾斯丁意外现身 电影《复仇者联盟2》4月份就要上映 片中的演员走透透要宣传 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就来到了 美国综艺节目周末夜现场高校演出短剧 也让人见识到雷神好幽默好疯狂的一面 跟柏林爱乐齐名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 3月10号就要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登台了 除了演奏经典的德国古典曲目 也将跟知名小提琴家 齐马曼演奏西背流逝小提琴协奏曲 米其林心急机上餐 以后经济汤也吃得到 你想买车吗 农历年后评价小车促销站登场 欧洲进口小车将会在不久发表新车 还打出了清仓价 现金折扣最高是11万 另外日系车商也推出了小车评价款 价格足足要再少10万块 好 飞机餐常常被乘客嫌难吃 不过国籍航空现在为了抢客 纷纷投入飞机餐开发 还找来了米其林心急主厨合作 这个月10号开始让旅客 可以在3万英尺的高空 也尝得到米其林料理 包括有槐石料理的豪华组合 日本关东关西两地 在去年底分别举行了 最美高中生人气票选 两地选出来的冠军 一个是高挑衅的 一个娇小可爱 外形气质大不一样 日本电视台在日前 特别安排了两位美媒见面 同时还举办了人气票选 看谁比较美 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时 会做出什么动作呢 我们要带你来看 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宝宝 比出的手势 绝对会让你会心一笑 在英国有一个23周大的宝宝 在妈妈肚子里照超运波的时候 没有错 他是比出夜的手势 35岁的妈妈说当时 护士看到都笑疯了 爸爸则说等他出生后 要好好的教他礼貌 由法国大文豪 雨果原著改编的音乐剧 周楼无怪人 无论是唱腔 还有音乐性跟人物表现 都跟英美的音乐剧 是非常不一样的 法文版的周楼无怪人 4月中将会4度来台演出 呈现原汁原味 班格90年 忠泉小巴跟主人终于重逢 今天是3月9号 麦当劳举办了国际日的活动 免费起消费者吃早餐 当然其他的业者也不认输 像是肯德基 摩斯 就以铜板架供应鸡肉 跟猪肉汉堡 素食业者的早餐大战 热烈开打 业者之间 当然会各推出行销方式 要来抢客向市 推出了除职卡 不过现在就有素食业者 遭到民众爆料了 说加职之后 不想再使用卡片 打算要向店家退余额 竟然遭到拒绝 所以民众大骂 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HBL高中篮球锦标赛 冠军战上演大逆转 由绿色神段松山高中 在中场前是以79比73 击败了泰山高中 而全场的最高焦点 就是松山的高一菜鸟 高国豪 他在全场1万名的观众见证下 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3分 得到新人王 还有最有价值球员 日本中篮八宫的故事 很多人都听过 有一只名叫八宫的秋田犬 在主人过世后 依旧每一天都到车站 去等候主人归来 一直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虽然现实世界当中 八宫没有办法见到 他最爱的主人 但在八宫过世的80周年 他们终于重逢了